4月18日,郭福成在香港半岛酒店迎娶方圆,四大天王终于全部进入已婚男士队伍,张志玲,袁永怡,邱淑珍等明星出席婚礼,方圆爸爸更是激动地表达出对女婿的期待,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,希望你好好对待她。 今天由方圆的初中校友返回方圆的老家,安徽省吴湖市南陵县葛江镇浦西村做了一场直播,该校友在直播中和不少方圆的老乡进行了交流,更是回到方圆就读的初中浦桥中学进行探访,不过方圆的初中班主任已经调走,并没有参与直播。 在直播过程中,方圆老家的旧平房也现出真身,方圆儿时生活过的场景历历在目,据老乡们透露,昨天郭富城和方圆的婚礼只有方圆的爸妈以及几位亲戚到场了,方圆妈妈的微信朋友圈里并没有关于婚礼的相关的信息,方圆曾经在浦西村的浦桥中学就读,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上海,最初做过会计,后来成为了一名平面模特。 方圆的老乡们介绍道,先前曝光过的方圆在上海的房子,是他认识郭富城之前就自己买下的,大家对于这个好看又努力的女孩赞不绝口,连声表示,他命好又努力,老家出了这样一个名人是件好事,大家祝福他获得幸福。 4月18日,郭富城在香港半岛酒店迎娶方圆,四大天王终于全部进入已婚男士队伍,张志玲,袁咏,邱淑珍等明星出席婚礼,方圆爸爸更是激动地表达出对女婿的期待,现在我把女儿交给你,希望你好好对待她。 今天由方圆的初中校友返回方圆的老家,安徽省吴湖市南陵县葛江镇浦溪村做了一场直播,该校友在直播中和不少方圆的老乡进行了交流,更是回到方圆就读的初中浦桥中学进行探访,不过方圆的初中班主任已经调走,并没有参与直播。 在直播过程中,方圆老家的旧平房也现出真身,方圆儿时生活过的场景历历在目,据老乡们透露,昨天郭富城和方圆的婚礼只有方圆的爸妈以及几位亲戚到场了,方圆妈妈的微信朋友圈里并没有关于婚礼的相关的信息,方圆曾经在浦溪村的浦桥中学就读,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上海,最初做过会计,后来成为了一名平面模特。 方圆的老乡们介绍道,先前曝光过的方圆在上海的房子,是他认识郭富城之前就自己买下的,大家对于这个好看又努力的女孩赞不绝口,连声表示,她命好又努力,老家出了这样一个名人是件好事,大家祝福她获得幸福。